大家好,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强健和康复咱们心脏的一个锻炼方法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一些心肺不适的问题 包括睡不好觉,胸闷,气短,心慌 而且这种状态呈年轻化的趋势 一般来说心肺好的人,整个人的身体状态都是非常强壮的 心肺就像是咱们身体的手和脚 需要适当的锻炼才能够更加的强健 那么今天分享的这套方法一直备用于心肺的康复 很多需要康复的人通过这个方法都得到了改善 通过长期的坚持,让你70岁80岁远离心脏问题 那么今天我就把这个锻炼方法分享给大家 开始之前大家记得一定要点赞 因为你点赞了,平台就会转发给更多的人 这样咱们无形中就帮助了更多的人 谢谢大家 同时一定要收藏起来 因为我怕你现在就不会,一会儿滑走了就再也找不到了 那么接下来我示范给大家这个方法 咱们需要一根这样的弹力带,我给大家圈出来 它是非常的有弹性的 能让大家更好的练习起来 让身体更加的健康 首先第一个动作非常的简单 咱们双腿一前一后做一个公布的姿势 然后咱们把弹力带放到后侧脚后边的下面 用脚后边把弹力带紧紧的踩住踩牢 这个时候我们抓住两个弹力带的头部 做好公布的姿势踩牢 然后双手放到我们的后侧 我给大家看一下侧面的姿势 做一个公布 然后把弹力带踩紧 好,反手抓住咱们的弹力带 身体围背的向前 这个时候咱们做一个向上的拉伸动作 大家去看看 做的时候咱们同时配合上呼吸 非常的简单 双手向上的时候咱们吐气 向下的时候咱们吸气 好,吐气 吸气 吐气 吸气 这里还有一个重点 当我们做的时候 咱们的小腹部一定要收紧 第二个动作咱们抓住弹力带的两侧 然后把手这样绕上一圈 绕到咱们的手心里这样抓住 抓住以后咱们双腿打开 与肩同宽就可以 好,这个时候我们把手抬起来 和我们胸部持平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做一个拉胸的动作 好,一 二 做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慢 同时咱们配合上呼吸 好,吸气 吐气 放松 做的时候同样要收紧我们的腹部 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这个动作 在做的时候就拉通了咱们手臂上的经络 同时也打开了咱们的胸腔 这个动作和第一个动作一样 咱们每一组做十次 然后做三组就可以了 其实这套练习的方法跟咱们的中医理论 其实不谋而合 因为在咱们的手臂上有心经 心包经 肺经 都可以得到锻炼 同时还扩充了咱们的胸腔 让咱们心脏的供血更加的充盈 还可以刺激咱们的胸腺 帮助我们的身体增加抵抗力 所以我说这个练习真的非常非常好 第三个动作 同样咱们抓住弹力带的两侧 然后把手这样绕上一圈 把它抓紧 抓紧以后咱们怎么做呢 把它这样放到咱们身体的后侧 大家看 放到我们的后侧 然后双腿同样 还是做一个公布的姿势 好 以前 以后 后侧的腿一定要打直 收紧咱们的脚腹部 咱们 大家看好 双手向前去推 好 一 反回 再来 二 反回 好 三 同样 立刻上呼吸 好 吐气 回收 吐气 回收 第三个动作 同样每一组咱们做十次 每天做三组就可以了 大家一定要亲自去体会一下 做完以后 你会感觉身体会非常的舒服 不但心胸开阔了很多 呼吸也更加的通畅和通透了 同时我们整个身体的气血和经络 也都被打开和拉通了 这几个动作做完以后 不但打开了我们手上的经络 同时我们在公布的时候 还拉开了我们腿上的经络 可以说是一个全身性的动作 对于平时经常有一些 胸闷气短心慌的人 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一根小小的弹力带 轻轻松松帮我们养不好心脏 希望家人们一定要点赞 同时一定要把它转发出去 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家人 以及心脏不好的一些人 咱们通过这个视频 去帮助更多的人 谢谢大家